朋友聊四季 天地就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哥德人對上西西里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紅色這位玩家是選擇了哥德人 哥德人的話這個文明在阿拉伯來說並不是非常強勢 但是可能是因為為了下次改版 哥德人吃這個下次改版的之後呢 吃這個犀牛啊豬啊 肉可以吃了再更多一點點 讓他前期的時候經濟再變得更好一點 我覺得這算對哥德人的強化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在黑暗時代的時候可以多打這個三棒棒 去加強前期的壓制跟騷擾 然後讓自己有這個主動權 可以農出經濟來 那去首哥德現在的問題就是經濟太差 很容易導致喔一直被前期開始就被壓制了 除非中間城堡時代啊 你這個騎士跟頭車或僧侶喔 能打到一點東西喔 才有可能在城堡時代拿到優勢 帝王才可以爆出自己的哥德衛隊的這個步兵喔 這也算是哥德人一直以來的問題喔 所以我覺得下次改版應該是蠻能期待哥德的一個強化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下來看一下這個西西里 西西里人喔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城樓 應該是樓城還是叫城樓已經忘記了 那這個劍塔呢 可以產生他的這個寶兵喔 薩金特衛隊喔 非常難產 而且那下次改版之後喔 城堡這個維尼科技喔 這個城樓裡面喔也可以吃到這個血量 所以他這個城樓會變大幅強化喔 基本上就是一個移動堡壘 不是移動堡壘 非常的小型的城堡 然後這個血量又很多 又很難產 然後又可以造這個薩金特衛隊 還有這個長槍兵喔 所以西西以下是改版了 也是大幅強化 基本上每個步兵文明喔 都有不錯的強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一個轉變喔 不然這個遊戲的步兵喔 這個只能到地龍時代的成人打 其實有點悲催喔 那如果可以在城堡斯再多看到一點步兵的打法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看看這場比賽的一個特點吧 那這場比賽我是沒有看的喔 我覺得蠻有趣的喔 這兩個文明 所以我就來拍這部影片看 那西西里人跟哥德仁喔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於西西里人 因為西西里人的話 打法比較多元一點喔 可以打這個步兵之外喔 也可以打這個騎士喔 鎖之甲騎士 而且他還有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這個科技可以用喔 那十字軍東征這個科技 到了下次改版喔 只能最多產出25隻薩金特衛隊喔 每個TC5個 所以如果變成這樣子的話 西西里人喔 通常帝王時代都會蓋5TC出來 然後馬上5TC一蓋好 馬上就去研發這個 薩金特衛隊的升級喔 因為這個十字軍東征之後按下去喔 除了可以產出25隻薩金特衛隊以外呢 還可以抗招響能力喔 所以我覺得西西里這個能力 在之後的版本 可能會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 比較大幅的使用方式喔 因為現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這個科技 用起來其實有點綁手綁腳 並不是這麼的好用喔 這次不知道 這個比賽會不會出現 我剛剛說的這個科技啦 好 那目前哥德仁兩棒棒加刺頭 直接來騷擾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不會上裝甲步兵喔 兩隻上裝甲其實有點虧的喔 這邊哥德仁金礦繼續持續挖 看來是要來轉小弓喔 哇這邊戳到一下 哇這個戳一下很傷 好弓兵開始往前壓喔 這個棒棒直接回舊 想要來直接把這個長弓兵給抓掉 好這邊一隻刺頭想要解決對方的工兵 很可惜沒有 棒棒直接過去抓 但是刺頭也被戳死 哇那這樣長弓兵就不虧了喔 那現在哥德沒有刺核的 機動性的優勢喔 視野可能會有點慘喔 甚至有點被動 這邊先下來擊射 那待會看一下對方有沒有轉出大量戰矛 好如果有很多毛兵的話喔 才有可能喔 去轉出馬舊 再去出這個刺頭 刺頭部分現在是不會出的 好兩邊的工兵互相看 在這邊西西里喔 工兵開局 但對方有 哥德爾有轉毛兵 這樣很容易會打出烈士來 好這邊優先換掉一隻工兵 長長兵也被點掉 工兵的優勢就是射數塊 好這邊被逼到了果子區 一定要按一些戰矛啦 整個毛兵不出來 這很難受喔 這邊對方是毛兵加棒棒 基本上可以counter掉對方的工兵 棒棒就可以上前燒了 果子硬在敵人面前吃 這就是毛兵沒什麼威脅力的原因喔 雖然看起來很多很難纏的感覺 其實也還好 好這裡可能要被收掉一村 哇果然被點掉一村 尷尬 如果手殺是有哥德爾拿下的喔 欸那這樣哥德爾不錯喔 前期拿到一個經濟優勢喔 哥德爾人這邊要稍微退一下 對面cc裡毛兵越暗越多 這兩隻工兵暗過來可能也沒救 其實可以讓兩隻毛兵去追就好了 或三隻喔 然後兩隻直接去探圖 好那應該兩邊都要送到城堡賽 那cc這邊居然是先點這個瞭望技術喔 應該是怕要來防止這邊啦 這邊應該是為了果子的關係喔 因為這個點完瞭望技術之後 馬上就會讓這個防止喔 視野再變更廣闊一點 比較不容易被燒到突襲喔 那為什麼不會先點瞭望技術的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瞭望技術是TC內研發的科技嘛 那如果你一研發這個科技的話 村民通常會落後的 好那這邊剛剛被殺一村 然後這邊哥德爾還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cc這邊還沒有 那順帶一提這個cc的農田喔 也是蠻強大的 它有雙倍肉量 而且每點一下這個農田科技之後呢 它這個村民的食物採集量會多加一喔 其實這個能力是蠻強大的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看好cc的原因喔 因為就是因為它的經濟加成 比這個哥德爾人 再更好上一點點 好那哥德爾果然是打騎士暴 好 那應該是雙馬舅囉 裡面雙馬舅用長騎士 至少很狠 呃 待會應該會滴這個房子喔 把這個房子給滴掉 然後蓋一下城門 這邊應該會先 幾個 兩隻嗎 還是四隻喔 再出門 好這邊想要進去看一下 就不直接被偷死 好 補下修道院 好這邊 哥德爾是想要來打一個 正常的騎士暴 加上僧侶開局 那某時代是 世界帝國裡面 最精華的一段時期 因為你基本上城堡有沒有打好 很直觀的喔 你的地獄時代 破杯好 這個很明顯 應該是變化最多的一個時期 那通常你要拿到這個優勢喔 通 如果是步兵國 跟騎兵國 都一定是打這個騎士開局 那步兵在現在版本來說 真的就是 你出城堡時代出步兵 很容易被壓制住喔 很容易被對手 封建小宮 直接被射爛 然後對方直接轉騎士喔 然後又可以壓制住 你的步兵喔 所以這就顯得步兵 很難用 那騎士的好處很多 集中性強 又可以counter對方的工兵 抓到對方村民也好用 燒了也很棒 步兵來說就免這些優勢了 那哥德爾這邊是轉出了森旅喔 森旅一出來之後 對方騎士也是會想要撤退 不想硬打 這邊優先點下了二級農 但哥德爾這邊一級木還沒有點 哇哈德這邊是不是忘記了什麼東西 雖然點城堡時代的時候 沒有點一級木 這肯定是忘記了喔 完蛋了 哥德爾這邊沒有點下經濟科技 然後本身經濟又不是特別強的文明 好這邊招到一隻騎士 鑽來了 這邊工兵想要去射森旅 但森旅是招完翔之後 馬上就離開了 這邊其實工兵滿大數量的程度喔 受到這個騎士的傷害了 OK這邊工兵其實死傷慘重 哇 基本上工兵隊被打垮只剩兩隻工兵了 好 提西在這個位置其實做到一個不錯的防守效果 但騎士數量太多了還是可以硬砍上來 好這邊找完一隻騎士之後 再拿一個聖物回家 這個生旅喔 算是 價值變成 好那HOT可能聽到我的心聲喔 這個雙面斧 這樣了 好一級木補了 呃 待會有人會只上二級木吧 這個補上二級木二級農 那經濟會 爛到一個 不行喔 哇靠這個農庭都在繼續殺 但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邊是要打一個非常強軍士的關係喔 他想要去把對方那坨工兵的 呃威脅給解掉的關係 所以他一定要暴中毒兵去防守 那Trace喔 這波也是解的不錯 好那果然馬上就點下了二級伐木啦 二級伐木很關鍵 好再來就是二級農 二級農也趕快點下喔 這邊因為3TC開下了 這邊可以考慮買一下 木頭或食物喔 趕快去點二級農 應該會先買食物吧 買食物然後去按村民 然後二級農趕快補下 這樣比較重要一點 好謝謝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神聖思想補下了 這邊看到木槍被尻 馬上拉了村民來圍一下 再補兩個房子 應該也沒問題 傑西里的勝旅走得過來 總共有五隻勝旅 神聖思想五隻勝旅 足夠抵抗對手歧視 那如果大家在打圍牆的時候有個細角 你可以打這個農田旁邊的木槍 這樣會逼對手 你一定要去把自己的田給滴掉 然後去蓋房子 讓對方再損失一筆經濟 即使你沒打進去 對方做出第一槍 蓋房子的動作 就可以讓自己手受放了 等一下這邊確實喔 這邊直接把這個木槍滴了 因為他知道這邊沒辦法圍圍牆 圍這個房子 圍牧牆 直接補了房子 這邊可能也會滴掉 趕快用不用 這個就是細節 CD5就是充滿細節的遊戲 好 那西西里這邊開始挖石頭 應該是要來前線蓋一座城堡 每一萬的話城堡會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算偏離TC遠了一點點 但至少是個高地 這個高地能拿下來 這個很有侵略性的我覺得 這邊高地之外 離對方TC兩邊都很近 兩邊TC都是改前線的 好這裡有紹戰 應該是看到對方投資車 大軍押近 騎士強帝先去血蠻 後面有很多僧侶喔 僧侶兩邊在努力控 好 果然補下了一個城樓 哇這個城樓血量蠻多的 1500滴 那城樓這個建築喔 比較特別的是 我記得他好像不能升級吧 他不像什麼房屋建塔 當然建塔可以升級 他本身的這個素質就是這樣子 但城堡裡的那個威力科技喔 可以增加城堡血量 那同時城樓也可以吃到這科技 算是大幅強化城樓這個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本身會產出這個煞金特位 所以在打一些海戰登陸戰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塔攻開局的時候 利用時代這個城樓是非常好用的 好這裡補下了長龍病的升級 看來對方騎士需要太多 他意識到這裡如果騎士抱進來 肯定會擋不住 這邊習習以人偷了非常多的村民 把這個村樓果然爆開 擋不住 因為這邊是高地喔 三台投車砸的速度非常快 他就擋不住了 那哥德爾這邊的暴兵喔 是騎士配森女喔 那確實喔 CC只要產出大量的城堂兵喔 基本上都能打贏喔 連對面的投車啊 森女喔 應該都也是輕鬆給戳掉 OK 這邊TC可能要退 呃 森女也會有點危險喔 會不會直接被抓走 會直接硬上喔 這邊很關鍵 森女直接招了一波 清晰兵上前 想要直接第一時間收掉森女 森女被砍很痛 三刀直接倒地 長兵這時候數量還不多 森女直接被砍光 後方騎士也是努力輸出 基本上CC 這一波已經宣告失敗 哥德爾這一波強攻 非常的成功 呃 自己的長康兵 還有案子不夠多 CC也努力 再爆長康兵 長康兵現在有四軍在爆 但騎士的數量也開始慢慢被削減 跟這邊 軍女都在附近喔 再補充這個長康兵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長康兵直接收掉了 基本上是所有騎士了 但是後方的城堡被蓋了起來 自己的眼睛可能再劫難逃 好 這個鳥要被偷金了 好 哥德爾這邊也準備要送到地龍時代 這一波打進去 爭取到了非常多時間 這邊經濟交換其實還不錯 雖然還是被戳掉非常多的單位 那CC這邊被完全壓制住了 哇 有點慘 最慘的是這個金還被控下來 而且上地龍時代時間也是偏晚 結果是CC先點嗎 好像是喔 哇 CC先點 哥德爾這邊買賣一波 沒有買賣 這邊還要點清奇兵 補充賣食物點帝王 OK 還是補下了這個地龍時代的排程 哇 這邊有個細節喔 地龍時代用前面的TC研發 其實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但是它現在是優勢啦 所以在拿TC研發就無所謂了 如果是55開的情況下 要特別小心喔 地龍時代在前面研發 會對方突然騎士爆 台TC或是投車砸掉 是很危險的 可能會升級實在失敗 哥德爾這邊轉出了自己的 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 升級看來是要打劍勇 劍勇砍對方的薩金特衛隊 跟長相兵都非常好用的 那如果CC野人要跟對方的 裝甲步兵打的話 可以轉這個工兵或火槍 我記得西西里也是有火槍的 基本上打哥德爾人 並不會弱到哪裡去 因為薩金特衛隊 本身就是有點裝甲能力的 不像哥德爾衛隊一樣 遠防很高 但沒什麼近防 薩金特衛隊是雙防都很高 血量偏低了一點而已 走的速度比較慢 攻擊力也不是特別高 OK 果然補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這科技是CC裡的精華 這裡是5TC 看來這位玩家 NICOLE 已經準備為下次改版 在做練習了 確實蓋下了5TC 5TC爆經濟也是會爆得很快 然後這邊可以補下 即時補下很多的 這個軍力喔 OK 電用時代1號 應該會馬上先點一下板甲嗎 對 板甲先點 好 出來了 薩金特衛隊 OK 薩金特衛兵 他叫衛兵喔 叫衛隊 好 薩金特衛兵直接三防 基本防禦就有三喔 雙防加三 血量65滴血 好 直接走得出來 其實65滴血也不算少啦 其實我覺得算還是蠻多的 可以直接扛住城堡的傷害 好像鬼咧 直接走過來一波開砍 連巨頭都不用來 好 直接過來 這邊薩金特衛隊被頭車砸死 OK 點下三防之後 遠防來到高達的七防 進防還有三彈頭車砸下去 傷害是很高 這邊可能要拿一些 薩金特衛隊去解一下頭子車的部分 不然這個被砸傷太高了 金瑞馬上補下 直接打一個步兵爆反擊 哇 這邊有反擊非常強 你看這個 輕騎兵砍 基本上是在抓癢啊 但是他是七攻啊 薩金特精銳 近遠防在各加一 遠防八 近防七 輕騎兵砍一刀只有一滴 直接迅速反擊 哇 這就是西西里 下次改版 再度強化的一個能力嗎 OK 看來這個戰術 就明顯有 在下次版本喔 會大幅增強 那哥德這邊也是有火槍的喔 火槍直接反擊也是沒問題 這個緊噴開噴 緊噴一噴下去 雙手劍兵 待會要升到劍勇 而且 待會均勻的生產速度 會再增加100%喔 反擊速度會再更好一點 那雙手劍兵的基本攻擊率有12攻喔 非常高 重點是 哥德人的帝王時代步兵減免是35%喔 65折啊 這個基本上快要到半價的價格喔 你用這個步兵去跟他換的話 肯定是很虧的喔 因為你自己是100%成本喔 本來是65折 長期換一下啦 對方一直會有這個折扣優勢在的 殺菁特衛隊加上陳柔的 復兵塔攻戰術 火器相當成功喔 那這個劍塔射這個火槍喔 其實很傷的 但自己劇團還是被拆掉了 那邊繼續努力在抵抗對手 那這邊化學補下 還有這個補風爐 三攻趕快補 哥德人還沒有三攻 就可以跟對方打到55開 其實蠻強大了 但是薩金特 希希最強大的地方就是這個陳柔 陳柔再下次改本 可以再吃到這個血量加成 哇 一個陳柔應該可以破3000滴血 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很難產的 而且這個陳柔又可以當均勻使用 薩金特衛隊一直可以從這裡爆出來 後面火槍加上靜牛的一個搭配 自己轉向了強弩喔 OK 強弩這個路線也是可以 我這個希希裡好像沒有拇指環吧 雖然有強弩 有三級射 不知道是不是我記錯了 這個文明太多了 有時候一些細節喔 有點很難記得起來 好 彈道學直接補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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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吸吸力補下戰毛兵 哥德則是點下了三攻 這邊哥德衛隊是出來擋下 看這邊衛兵能擋得住嗎 衛兵一直排開 後面有更多的城樓在防禦 這邊後面箭矢傷害跟強弩其實打得還不錯 但哥德衛隊一直在後面追出公兵 這畫面顯得有點好笑 OK 衛兵直接後續反擊 防守 效果還不錯 公兵優先射掉對方的劍兵勇士跟火槍兵 相當針對對手的一個打擊 哇 這邊直接反退了回去 西西里居然能打贏哥德的步兵爆嗎 哇 很強很強很強 這個畫面太神太神了 火槍後面還蠻多隻的喔 14隻 可是被射還是有點痛 這邊用戰毛兵喔 還是要多安定一點啊 去針對對方的火槍比較好 有一點西西里是沒有火槍的啊 不然他好像也不太需要轉這個強弩的 好 這邊終於補下了金瑞哥德衛隊啦 這時候補下 我不確定上來打什麼 應該是要來打戰毛病的喔 那如果他點太多的哥德的衛兵的話 哥德衛隊的話很難打贏那個 薩金特的衛兵喔 這個不是一個叫衛隊一個叫衛兵啊 呵呵 名字很難練欸 好 那待會應該會是變成三色步兵的打法 應該不會出長槍兵 然後直接出哥德衛隊加上劍兵勇士喔 這兩個搭配打法 那哥德的村民按到了快154次喔 那這邊西西里喔 你可能還是偷拉了幾隻薩金特衛隊喔 去旁邊殺了 這裡還補下了一些麻糾喔 又來偷襲 這裡還有兩個均勻喔 也是被抓包 那這邊又補下了更多均勻 想要在後面打 而且這裡還有個野精欸 哇 西西里這邊好像沒看到 那下方這邊城堡也是慢慢建了起來 來 雲頭C在做反打 這邊有個小小的阻力 直接繞到金礦後方處 要來直擊哥德的硬傷地帶 哇 這邊被抓到了 他跑度只有0.9欸 跑超慢的 哇 哇 這個村民直接被塗爛 大量黃金村民直接沒了 但這邊有兩個城樓 但城樓沒辦法對哥德威隊造成有效的傷害喔 非常難纏 掉了進來 喔 直接要來TC爆了 那步兵單位拆TC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TC直接被碾爆 中間這一大片田直接沒了 火槍直接回救 戰貓兵直接點射 一發一支火槍 機賽也不賴 但是火槍 繼續打爆這些戰貓兵 回頭點射 甩槍甩槍 這邊這邊也是各種交戰 哇 現在四處開戰了 機器裡家裡也是各處著火 下方這邊居然還有兩台偷瓷機 直接硬拆石頭的採集地 這邊能擋得下來嗎 薩金特衛隊繼續在爆兵 那也補下兩個馬舟 總該補了 後續這邊長的兵 繼續再燒了 戳掉非常多的伐木工 阿倫這邊的臭命感覺不太妙 臭命只剩下116 謝謝理好12 這邊直接買慢一波 木頭太多了 有點尷尬喔 這個礦區要趕快拿回來 這個野技沒有找到 其實有點傷了 OK 哇 這個薩金特衛兵 血量85滴血 三攻三防 攻擊力15 雨薩也不差耶 哥德衛隊反而顯得有點尷尬 攻擊力16 但是遠防特高 近防有點差 血量有70滴血 本然薩金特衛隊還是比較好用一點 但是成本真的是貴了一些 人家哥德衛隊還是便宜了一點 好 這邊再做一波反打 直接打出了GG 哇 沒想到哥德這邊打贏啊 GC裡居然投降了 這邊經濟完全不夠 因為他沒有看到這一坨的野金 這個野金要是有找到的話 他還可以再打一下下吧 那後方這邊已經也沒有挖完 我覺得挺微妙的 後面這一坨金還可以再讓哥德吃一段時間 重點是這塊金又被哥德拿下 這真的是太傷了 希希這邊完全沒有經濟可以再去反打回去了 那我覺得希希打得已經很不錯了 但哥德依舊拿著自己的哥德的步兵的減免 拿下了非常多的軍事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看起來哥德還是好上了一點 明明希希裡也是5TC開龍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經濟的部分 輪走技術都有點啦 希希其實都有點 而且哥德後面也是補下二級牛也是偏晚了 應該輸是輸在這個手推車嗎 看起來是手推車輸了 因為哥德很早就點下手推車了 我們看他這個在城堡時代這個時間 一上城堡時代馬上就點手推車 跟希希裡人在打到了39分鐘 跟城堡時代離了大概10分鐘支援了 這一段經濟效益這個手推車的經濟就會拉得蠻開的 就是10分鐘 在世紀帝國裡面的10分鐘 跟現實的這種10分鐘是不太一樣的 體感上 這10分鐘是很蠻漫長的一段時間 那步兵的單位則是出了112隻的哥德衛隊 跟148隻的薩金特衛兵 這個數量真的是非常多 那我覺得這場是打得非常精彩 兩邊都是步兵戰 那我覺得最可惜的是希希裡後面沒有再轉出其他單位 我覺得薩金特衛兵投資的數量點過多了 但是也沒辦法 他這個確實要有正面單位可以擋 也不可能轉出這個鎖子甲騎士 很容易被對方的擊兵給戳爆 這希希裡龍確實打哥的人是會比較難處理一點的 因為畢竟有火槍的紋綿都很好處理希希裡的薩金特衛兵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